講藝術創作者 王麟鳳 用神神佛寫做主題 同兩位曾參出台語的藝術創作者 將開判三萬元的臉戰 其中非常特別的作品當中 有漢的看到 用百年起書 反映孫然作為作品 正將加加以來出三十百元暗讀 以下當地高雄起山的舞台添展出 台發過書條 做得哪會做菩提亞要代償 馬祖的TV一團營生 藝術創作者 曾經說 用漏書條 創作漁夫人的繁榮書紙藝術作品 那我們讓這些碳化的東西 透過一種新的形態才有再生 也可以呈現不一樣的藏學藝術 那去呼應當時達摩 他也講了一句很棒的話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用布的作創作的書材 永遠有作 並不容易退上室 除了海底又豐富色彩的布條作品 創作者一至二 同堆化浪漫 間業作品都 同時還表達的紙藝術利用的年驗 布它已經是一個 我們會覺得它是沒有生命的東西 我想要把它重新塑造成一個 有生命的一個形態 那花是我直覺第一個想到的 也是我就是覺得對於浪漫的呈現 那我是用了一個太極的一個圖形 去呈現多媒材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裡面有凸透鏡 凹凸 還有一些花 它就是一個源源不斷的 不間斷的 那所以我在生命中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 會轉我們所有的人去努力 經過為創作雜考書 民意欠布條同書條藝術的創作 如以為自己的奉結 自己的藝術展開和自己的生命 除了克服神神不息的主題 也希望大家會在地的好色彩物 同當真的營養留下了 下個新聞整份自國同報道 將來自個思維的 學生的設計 阻礙人的孩子 現在是很愛的 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